國防院的民調有七成願意為台灣而戰 五成二認為美軍會來協訪 願意願意 每個人都滿願意 那你去問這個顧力雄 你的兒子願不願意響意這個民兵 他國防部長自己在那裡滋滋烏烏 他講的還沒有這些受訪的民眾來得慷慨激昂 到時候真的事情發生了 你相信他們會有這個股氣跟擔當 去帶領我們去打這一仗嗎 當你不用付出代價 你出一張嘴的時候 每個人比什麼都勇敢 但當你真的要去貫徹實行的時候 抱歉沒我的事了 美國人支不支持美國派兵直接介入台灣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反對的 包括美國自護這個民調都已經超過50% 58%的人是反對的 美國45分鐘辭源台灣 有多少人辭源 是誰來了 那來了是幹嘛的 難道來了是來幫你打贏解放軍的嗎 這才是重點啊 國防院的民調啊 有七成願意為台灣而戰 五成二認為美軍會來協防 面對中國對台威脅日增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公佈的最新民調 約六成七的受訪者願意在中國武力犯台的時候為台灣而戰 不願意的僅有兩成三 而與此密切相關的美國是否願意提供協助的問題 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會間接幫助台灣 可是贊成美國會直接派兵協助的比例卻比較低 而且認為美國海軍會幫台灣突破中國的封鎖更是不到四成啊 也就是說台灣民眾這個調查啦 我不知道這個國防院的這個組織背景是怎麼樣啊 但我覺得應該應該是民進黨的附水組織吧是不是啊 民調七成願意為台灣而戰 有這可能性嗎 怎麼跟我這個印象裡的差很多 我記得我之前印象裡面有民調是說 呃你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我想起來兩年前有一個民調好像是東森做的 你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好像年輕人百分之七十幾還是八十幾願意 那你贊不贊成兵役延長 十二十歲十九歲的那種年輕人 百分之九十不願意 你願不願意為了台灣而戰 願意 那你贊不贊成兵役延長 不贊成 這個很好笑啊 就是說人是這樣啦 反正你出一張嘴不用付代價 我話怎麼喊都可以啊 但是你真的要這樣做的時候 那你知不支持兵役延長 那年輕人講兵役延長 那我就要去當兵役延長 第一時間很多這個烏克蘭的難民啊 然後就往這個波蘭這邊跑 然後甚至往那個什麼歐洲那裡去跑啊 那這個時候啊就有很多人就講 那我們國家應不應該這個接受難民啊 就那個接訪嘛 就有這個媒體自媒體的人去接訪 接訪歐洲的民眾 應該是不知道是法國還是什麼國家啊 反正就接訪歐洲民眾 就你知不支持就是我們要這個接接納這些難民啊 我們要對抗這些什麼俄羅斯啊這些國家啊 我支持 那你覺得我們應不應該接受這些難民 我們國家應不應該接受這些難民 應該 我們應該要接受 我們應該要關懷他們 應該照顧他們啊 好 那 那個自媒體的那個 那個也很頑皮啊 他馬上就把他的這個 也是臨時演員叫出來 他就這樣 剛好我這裡有一個這個難民朋友 他來自哪裡哪裡哪裡 他的名字叫什麼 請問你願意讓收留他在你家嗎 那接訪的人就 欸欸欸 我我不願意 馬上就走了 所以這人就是這樣啦 當你不用付出代價 你出一張嘴的時候 每個人比什麼都勇敢 但當你真的要去貫徹實行的時候 抱歉 沒我的事了 所以 你還是問台灣人嘛 我就想起來 那個時候兩年前的那個民調 問台灣的年輕人 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八成都願意 那你支不支持這個兵役延長 九成都不支持 好啦 那 你看你相信吧你 好來 PTT的回應啊 最新的民調 近七成的台灣人願意為了保 願意保衛家鄉啊 好 其實這些文章都不敢發表針對台灣 十八到三十六歲的男性啊 好 類似的民調遠見啊 他去年是二十到二十九歲 有六十九%的不願意 三十到三十九歲有五十七%的不願意 也就是說 你調查的這個樣本啊 你願不願意 那如果他的這個年齡層 他是真的要上的 那你要問他嘛 願不願意 因為要上的是他 你問個八十歲的願不願意 我願意啊 那有什麼用你願意 又輪不到你 是不是 你問個十歲的願不願意 我也願意 我長大以後就願意 輪不到他啊 好 現在戰爭的烏克蘭也是 每次民調都不惜暫時 但是就是找不到志願兵 就是這樣啊 逃兵一堆 來我們來看一下 PTT網友怎麼回應啊 解放軍現役兩百萬 暫時用不到小粉紅 什麼 問問願意消滅綠共跟塔利班的意願 好 我願意跟賴總統的兒孫共進退 其實這也很有趣啦 你去問就是說民調 民眾願不願意為了這個台灣上戰場 保衛台灣 大家願意願意 每個人都嘛願意 那你去問這個顧力雄 你的兒子願不願意響意這個民兵 他國防部長自己在那裡滋滋烏烏 他講的還沒有這些 受訪的民眾來得慷慨激昂 到時候真的事情發生了 你相信他們會有這個股氣跟擔當 去帶領我們去打這一仗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啊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兩百萬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而且他人口是14億 他解放軍兩百萬 他沒有動員 他真的動員了 那還得了 他真的要跟你拼動員 拼人數 中國人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說他這個也少 那個也少 他人最多 他不怕跟你拼人數 你今天要40萬民兵 跟他講 我先不講民兵的數字 我光講人數 他現役就兩百萬了 他後備役多 全部都囤在那邊 你真的要跟他拼人數 比消耗戰的時候 你怎麼比啊 所以我就講 這還是方法啦 所以賴清德自己的兒孫願意嗎 顧立雄自己的兒子願意嗎 好 之前政論節目訪問過台北西門町年輕人 都說不想打仗 不想死 中共打來要逃出國去 我之前 我之前有沒有問過類似的 我下次再去問問看好了 下次再去問問看 解放軍只要派50萬人 就把台灣撵過去了 那個製作人 我們這個來問一題好了 這個我已經設題目了 好 我們其實問的也是蠻直接的 就是說如果兩岸真的發生衝突 我們不要只問台灣這邊 我們問一些大陸的網友 那如果你發生衝突的話 你願不願意站上 這個戰場的第一線呢 好有三個選項 兩岸都回答 對第一個當然願意啦 我就是這個民調七成中的一份子 我要站出來 OK好 那第二個是我等徵招再說啦 真的有碰到就當作是命囉 要不然怎麼辦咧 好第三個是絕對不要 我要立刻想辦法逃出境 OK 好那我們剛剛投票開始四分鐘 現在呢 這個願意站上場的有30%有三成 OK 那等徵招再說的呢 有15% 那投絕對不要的目前是過半數有54% 所以看我們節目的觀眾都比較俗辣就對了 你們怎麼都不勇敢呢 那個民調國防什麼 國防院的民調七成願意戰爭呢 怎麼我們現在的民調不管你兩岸誰 你也為了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到時候要發動這個統一台灣之戰 難道你不光榮不上戰場嗎 你要勇敢的選我願意啊 當然輪到你的這個機率比較低啦 因為這個解放軍現役就已經200萬了 但是台灣人輪到你表現的機會就高了 你要勇敢的說 我願意為了捍衛台灣而戰 好啦 我找一個機會 我再去這個台北的西門町問這一題 你願不願意為了台灣而戰 我好像問過很多人都願意 我再問好不好我再問 再問看你到底願不願意 舒子雲報 就是報出來 美國45分鐘可以遲緣台灣 退役中將冷笑吐一句 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所所長 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 這個是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就是他啊 就是舒子雲的那個啊 同一個機構 所以這個民調是舒子雲這個機構 做的民調嘛 七成願意為台灣而戰嘛 所以他就是舒子雲這個機構 做的民調啊 好OK好那我知道了 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所所長舒子雲表示啊 如果中共對台灣禁運或封鎖 美國最快可以在45分鐘之內持緣台灣 對此啊 退役中將率化民就表示啊 美國國務院派人來45分鐘可以到 但是有什麼樣的數量的軍隊在附近 你美國有多少人在附近能夠45分鐘到 到了能不能活呢 對啊 這是重點啊 我們來看一下啊 好 雖然化民點出啊 中國大陸搞了這麼多年反介入 反反拒 拒止啊 反介入啊 這麼多東風針對你美國的航母 你來了 你能回得去嗎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這個東風導彈 它叫航母殺手 美國大陸 美國的這個航母 它很難能夠靠近第一島鏈 那 介入這個台海如果真的有什麼 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 美國的航母 它不敢開進來嗎 因為中國大陸有這個 東風 號稱航母殺手的東風導彈 那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這個演習 聯合力艦A 聽說又有B了啦 聽說的 它不管從佩洛西來的那個時候 也是 紅天河力艦的時候也是 它就是擺出來是拒止 你美國的這個介入嘛 拒止外部勢力的這個介入 所以在台灣東部外海 還蠻多 就已經台灣外面蠻多 擺出來那個拒止的態度了 它就已經打了這個名牌給你 就是你美國你不要介入 那 這個 這個蘇子雲說 美國45分鐘之內可以馳援台灣 帥將軍問的很好 對啊 美國到時候如果真的 兩岸發生什麼事 台海真的發生了什麼樣 可能有戰端 美國45分鐘之內可以來 也許從沖繩的基地 來很快45分鐘之內 那問題是你來 你來的是誰 你來了多少人 你來了有沒有用 那 那個帥將軍問的更明顯啊 你美軍來了 你能活嗎 你來了有用嗎 你要來了能活才有意義啊 你來了公子送頭 有什麼用 那美國大兵是很愛護自己的生命的 他就是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為了台灣 就犧牲美國人的生命嘛 哪怕你這個蘇子雲 你們自己的這個機構做的民調 大家也 覺得美國只是間接的介入 他不會直接介入 好 那所以美國45分鐘持緣台灣 有多少人持緣 是誰來了 那來了是幹嘛的 來了是把美國的這個什麼 什麼僑胞給撤走的 就是主持到時候撤僑的 這些人 還是來了是把什麼美國的這個高官啊 到時候誰在美國高 在美國這些AIT的高官接走的 是不是 來了是來幹嘛的 來了多少人 他是做什麼的 難道來了是來幫你打贏解放軍的嗎 這才是重點啊 美軍派兵協防台灣 這個差異就大了 國防安全研究院 覺得有52.6的人 是覺得美國會派兵協防台灣 美國智庫其實只有42的人支持啊 我覺得其實美國智庫 我不知道這美國智庫 背後是哪一個智庫啊 那但是其實美國的智庫 非常非常多啦 背後也各有各的這個機構效應啊 我必須講實話 美國人啊 他們是非常非常自私的 他們關注的其實都是自己國內的問題啊 那你在 在俄乌戰爭第一時間 你去問他願不願意支持烏克蘭 那當然願意的很高嘛 那你現在再去問 打了現在再去問 你願不願意支持烏克蘭 比例就降很多了 以色列也是啊 因為哈馬斯第一時間做恐怖攻擊 但是現在發覺好像以色列比哈馬斯還要恐怖還要狠 那加薩 加薩也很慘 那你現在再問這個美國民調支持以色列的比例又有多少 再加上美國他現在自己內部的經濟問題也很嚴重 所以你如果此刻在美國的內部再做一個民調 如果台海真的發生了什麼衝突啊 美國人知不支持美國派兵直接介入台灣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反對的 包括美國自貿這個民調都已經超過50% 58%的人是反對的 今時今日在做 我相信這個比例 反對的比例會更高 那不管美國總統是誰 他內部有這麼多的人都反對出兵台灣 直接介入台海戰爭 美國會出兵嗎 保證絕對不可能 他已經如果他已經出兵了 那他要收回來可能還有一些顧慮 但是他都還沒出兵 內部有這麼多人反對 他更不會出兵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製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論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 會有更多折扣喔